美國負責亞太情報的 少戰週天突然來台灣 一個不可說的秘密 變成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 是美國的環保署長 下個月5號就要來台灣了 真的就如之前大家謠喘的 在川普下台 瘋狂的川普 會派一個部長集的人來 所以現在大家擔心說 之前講蓬佩奧 或者川普本人來台灣 是不是也不是不可能 廖長 這個話題非常重要 我們用很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有人現在在等 等川普贏 等川普來台灣 你說現在還有人在等 還有人在等 台灣還有很多的川迷 全世界最多的川迷還在台灣 有人講說 為什麼美國會有高級將領來 因為台灣可能有21張選舉人票 拿回去說不定就翻盤 台灣此刻還有人相信川普會贏 但是沒有關係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解讀 真正的川粉 我們先跟大家講 我先嚴肅的跟大家 談論這件事情 就是美國的將領來台這個東西 確實重要 四個字先跟大家講 這個人他叫做史達曼 他是印太司令部的情報處處長 基本上因為印太的司令部 他原本叫太平洋司令部 這幾年美國把它改成叫印太司令部 因為在整個印度洋 包含印度也相對的重要 他大概可以指揮 美國20%的軍力 30萬人 所以這個處長其實基本上 你說這個人 對 這個人 對 所以這個處長這個指揮官 他基本上是重要的 但是你要看 他本人其實是低調的 他現在出現沒有 我們用的照片 也是網路上找的照片 他並不是說下了飛機以後 然後之前的包含了克拉奇跟阿澤爾 有沒有在機場跟大家揮手 有沒有 他沒有 他坐這個飛機 第一個一個來 我們先跟大家講 他坐的飛機也是低調的飛機 雖然這個飛機可以證明 大家去找他的飛行路線 他從夏威夷飛過來的 所以一對 夏威夷印太司令部他過來的 你看他飛機上面有沒有美國的國旗 沒有 他有沒有像是之前阿澤來的時候 弄一個美國的行政專家 有國旗的國旗 沒有 所以low key 他基本上是低調的 第二個 他來這件事情 是我們台灣媒體自己報導 不是美國的這個媒體 自己先發佈或國務院講說 我們準備有一個叫你去台灣 沒有 他來的前半個小時 台灣很多媒體開始跑馬 當然TVBS也有一個記者很厲害 他已經掌握到一個訊息 可是我必須講 不管是TVBS的記者 或是所謂友台 在跑獨家 這個是跑錯了 他跑成是中情局的局長 這些人 我都了解了 不一定對 都是台灣方面的 這一些軍情高層 給透露給台灣媒體的 所以並不是美國的這個少將 他想讓台灣媒體知道 可是台灣媒體透過 我們台灣的軍方也好 黨政高層也好 知道這個訊息 回到我們今天的標題 你覺得這個少將他知道 他Landing的這一個飛機 全程被捕捉嗎 來 亞洲講的就是我要說的 所以我們的標題 你今天才會是大內宣嗎 如果這個將軍 他知道他來台灣是一個 跟之前的衛生部長一樣的規格 是全台灣民眾會去歡迎 他也有公開的一個行程的 那基本上沒有問題 但如果不是 是我們屬於大內宣 大家知道這個時間 剛好就是我們剛前段在講 秋鬥遊行的最後那個階段 5 6點的時候消息傳出來 所以今天顯然有很多報紙 也都不討論秋鬥 討論這個將軍來 我剛才跟大家講他重不重要 他重要 因為他這一次的行程 是為了要來台灣的太平洋 這個區域的情報交換 而且他可能還帶了 手機日本跟印度關係的 高級官員 所以這個行程 我先跟大家講 簡單講就是 他是重要的行程 但是他是不是個高調 想要讓全部的人都知道的 這個我先打上一個問號 為什麼打上一個問號 亞洲你記不記得 先前有一個新聞就是說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要來台灣訓練 我們的海軍陸戰隊 因為我們之前這個操作 就翻覆造成傷亡 有沒有 所以美國海軍陸戰 要來這件事情 也被報了三天 海軍司令部還跟媒體 證實這個事情 結果後來被美國的 這個新條報去否認之後 他講說這不是事實 那就代表說 那一件事情是大內宣 是我們想要把美國的官員來 把它曝光 包含什麼 像這一張照片 當蔡總統去樂山雷達站 他放出照片的時候 在我們的官方立場來講 這是總統府釋出的照片 不管是影片跟照片 他是可以選擇要不要放的 所以我方讓大家看到 樂山雷達戰當中 美國的技術人員這件事情 是明確的 可是美國是不是會同意這麼做 這麼做會提高 美中台三方的緊張關係 這是美國的意思 還是我們的意思 這叫後續斟酌了 我剛剛所提出的 那當然我剛剛已經講 他重要的 王定宇委員 民進黨委員他也特別講 美國IT的前駐台的代表 報導的他說 如果真的是這個人的話 那這樣的規格是史無前例的 他意思說是規格相當高 因為他漲實權我剛剛跟大家說 好 現在問題要倒回來了 他雖然規格確實很高 而且他也很重要 但是有兩個問題 我們要去討論的 第一個就是 他是不是也希望 被這樣子的一個高度報導 第二個就是 他是不是唯一 曾經來過的美國將領 答案是否定的 我先跟大家講 過去在前總統陳軍編時代的時候 就有一個羅貝夫準將 他為了潛艦的採購案 來到台灣 跟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進行說明 2003年 所以你說將軍來過台灣 美國將軍以前就有過了 我現在講的是將領 像阿薩爾跟克拉奇 他們是行政官員 第二個 這個就是我今天特別去問的 今天在我們國民大會 我第一次跟大家講 我為了這個事情 還特別再去問馬前總統 到底有沒有當時有兩星降臨 我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我之前在總統跑新聞 我還當了委員會會長 我根本沒有報過這個新聞 因為根本沒有告訴我們 所以從頭到尾 他沒有叫你去機場拍他 沒有 所以 要問什麼 趕快來機場 獨家也沒有 獨家也要給我 如果不給我也要給藥州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過去馬英九前總統時期的時候 也有美方的惡心將你來台灣 進行公務旅行的時候 馬英九並沒有通知台灣的媒體 像是報中情局局長 或是大家已經跑到 松安機場旁邊去拍 我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的記者 各電視台 他並沒有常駐雙瞻機場 每天有一個大炮攝影機在那邊拍 來了一個拍一個 來兩個拍一雙沒有 是因為有訊息 誰告知的 你可以詢問各台媒體的記者 他是聽誰講 是國防高層還是黨政高層 過去馬英九曾經也有過將領來 但是他是採完全 來無影 去無蹤 從頭到尾我們都不知道 但現在倒回來看 這個是接中講的 就是一個資深的一個 軍事的評論員 他說以前就有過 為什麼接中知道 因為他以前在 林運方委員的辦公室 他有接觸這些國防機密 所以過去陳水扁前總統 跟蠻有前總統的時代 美國都有將領來過 只是沒有高調宣傳 而這一次的這個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美方有默契 說我可以讓你偷偷的去透露 在媒體上有揭露部分的訊息 有可能嗎 這個有可能 如果說後續沒有被否認的話 就代表說 這是現在美方的態度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兩件事情 因為現在的總統是川普 明年以後要變成拜登 他的這個重量性 我剛剛一開始 為什麼跟大家鑑定重要 因為這個將軍 他基本上是不會失去 他在軍事上面的指揮權 可是包含之前的 就算是拜登上來 他還是在這個位置 對 就說他可能會有條動 或許他就不再應待佔據 可是他就是一個 重要的軍事將領 所以我覺得 我對他來台灣這件事情的評價 是他是重要的 但是我對於他是不是願意 被各大報用媒體的頭盤頭 來報導這件事 我是存疑的 因為這一些官員 包含大家在猜 既然這個將軍可以來 會不會接下來就是 國務卿龐佩奧 會不會就是川普 在1月20號之前 大家就等看看 我不知道他會有 怎麼樣的驚奇之旅 但是更值得注意就是 來到底談什麼 那對兩岸三地 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才是更應該被關注的點 美軍的少將來台灣 還有包括下個月環保署長 也要來台灣 兩岸之間會不會 跟越來越多的衝突 是現在大家一個擔心的 也就是所謂 共機落台的事數 會不會增加 一旦增加的話 我們空防的任務 也會跟著增加 之前F16失勢的這種情況 我們真的不希望它再發生 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F16已經失蹤 到現在還沒找到的飛官 蔣正志 跟他同一個單位的機工長 不幸居然選擇親身的方式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一些關聯 是 耀洲 我們這樣講 因為對岸的不停侵擾 台灣對於國軍的支持度 前所未有的高 可是我們今天想要分析的就是 可是在這麼高的支持度之下 國防部會不會有一點進退失據 導致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支持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幫忙 第一個 我們講的 這是最新的消息 11月22號黃姓機工長 也就是他是蔣正志 第26作戰隊的機工長 在那一天11月22號被人家發現 他把房門反鎖之後親身 結果發現之後消息馬上 那天晚上馬上就傳出來 可是傳出來之後 國防部的第一時間的反應 是說黃醫師官長負責是地面裝備 這次的親身事件與戰績事是無關 那跟什麼有關 我跟你講 我那個時候覺得 有點擔心的是 以前國防部是不是一直要求我們說 事件不確定 沒有調查完畢之前 不要妄置揣測 那這一次為什麼國防部 又那麼快速的 親身消息一出來之後 馬上就跟他講說無關 那請問你經過周嚴的調查了嗎 請問當事人有沒有明確的反應 如果都沒有的話 為什麼不給家屬 不給整個連隊更多的時間 就是他都還沒有去查原因 他就說跟這個所謂的 飛機事實是無關的 等於有點此地無銀300兩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這樣子是不是很武斷 很快速 也許我們可以說高效率 但是我們不知道資料跟證據在哪裡 那但是你把事情移到11月17號 F-16失聯的時候 那個時候空軍司令部 反應又是超快的 因為當時大家都在想說 蔣政治上校是一個非常有經歷 非常有經驗的飛官 那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狀況出現 不是他的問題 那結果空軍司令部 也直接跳出來說 不是 你論述與事實不符 會造成軍心士氣影響 及飛官家屬傷害 可是如果是機械故障的話 機械跟士氣有什麼關係 還有機械故障跟飛官家屬 有什麼關係 那國防部最近常常用這個理由 去擋住更進一步的報導 更進一步的分析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講 記不記得當天我們就講過 民眾很願意支持 很想要幫忙 我們想要知道說 飛官是不是過勞 機攻團隊 也就是維修後勤補給團隊 是不是過勞 如果是的話 我們一定想辦法幫忙 你記不記得孔文集那個時候 是不是講說什麼 我山上什麼清地農場 這些空軍 可能可以去那邊休假 後來是不是媒體踏罰 因為馮世寬就講說 他們當然該休假 對 我們也覺得 現在的這些軍官 這些維修補給的人 如果過勞的話 一定要給他足夠的休息時間 好 我們再看看 共軍擾台今年的確多 而且不分時段的多 310架次 你知道以前我們每一次都會扮飛 後來最近已經改成用飛彈追鳥 就表示那個太耗人力了 嚴德發部長有講 對 他說我方飛行架次 時數增加了20% 那增加20% 請問我們用常理來推斷 你的班表是不是排得更密 你的休息時間 甚至你休假回家的時間 是不是更少了 甚至雄後機空軍司令也講 他說10月的時候他的發言 他說這段時間機工長 忙到無法休假回家 也是機工長 親身的也是機工長 對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時候就在討論 到底國防部現在需要民眾 幫忙做什麼 是我們施壓立委 說再多邊一點預算嗎 是我們施壓國家 再去多做採購嗎 施壓阿共叫他少來 這個恐怕就沒有辦法 但我們大家想要團結一心 你記不記得F51那個時候 發生事件的時候 這兩次我覺得差很多 F51那個時候很多事情 他都講得不清不楚的 但是沒有想到F16這時候 他反而搶快了 他好像在第二天的時候 他就開記者會說 應該是空間米下 我們當時也滿詫異的 因為很少在查到黑盒子之前 軍方會給了一個 比較明確的答案 這次算是特別快 特別透明 可是發生了這個機工長 親身的時候 他又回到了你剛剛講的 一個大帽子扣下來 叫你不要亂拆 對 更往前提 提到F51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不是很多媒體 在想說是不是 他40幾年的飛機 是不是太老 國防部那時候馬上就駁斥 說絕對不是因為這樣 但我們還是要說的是 你不是一直叫我們說 經過完整的調查之後 再下定論嗎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在呼籲 包含了國防部 包含了空軍司令部 地勤人員如果忙 我們想辦法 空軍的這些飛官 如果累 我們想辦法 因為後續還有立委質詢 陸海空軍三軍超過30年以上的裝備 總數有超過2500輛 有飛機 有船艦 有吉普車 有卡車 那為數最多的是陸軍 請問補保人員在陸軍維修的時候 難道不累嗎 之前是不是發生過戰車的 出狀況的意外 那是不是也造成我們的人員傷亡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呼籲國防部 真的如果大家捉襟見肘 或是資源不夠的話 民眾願意支持 請你們說實話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為了證明他真的沒有屯房 不惜爆料他自己就是個魚竿女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拜拜